我離家出走五年後才跟他見到面 那等於中間有一年的時間 可能一兩個月有吃一次飯 然後直到去年大學的時候 看到了政論節目我在 就是新聞中說 漢國語是直銷 然後他就非常生氣 我高中生活呢 我和我弟弟住一戶 那我的姊姊住同一戶的別戶 我爸爸住對面的某一戶這樣子 因為我弟弟那時候也快要國中了 我也高一了嘛 我們都等於是有點獨立生活的感覺 那就跟美洲和姊姊拿零用錢 其實就是生活費啦 小小年紀一舊很獨立 是因為雞排妹又個富裕又複雜的家庭 上有四個大他十多歲 同父異母的哥哥姐姐 還有差四歲的親弟弟 小時候天生麗質被爸媽捧在掌心 扮成小公主的雞排妹 七歲那年父母離異後 他從此多了個媽 十年來往返兩個家 我上面有四個哥哥姐姐 那他們是我爸爸第一任老婆的小孩 那他和第二任老婆離婚之後 過了幾任的女朋友才認識到我媽媽 他跟我媽媽結婚 那我媽是在十九歲的時候生下我 那我四歲的時候又生下我弟弟 但他們很快就離婚了 對 那我在七歲到十歲 十一歲到十三歲 十四十五 這三個時間段呢 是和我的哥哥姐姐們 還有他們的媽媽一起住的 原來要捨得 1993年出生的雞排妹 父親才選過一元 後來到大陸從商 聚少離多的婦女 她得學著自己長大 只是抓著小聰明學習 成了老師眼中脫江的野馬 我就是一個開悟很早的小朋友 我在小學一年級的暑假作業 我就發現了不寫也不會怎麼樣 所以我就再也不寫 暑假作業或寒假作業 然後國中的時候也發現 不及格也不會不畢業 所以就 嗯 對 你說說師長怎麼講你呢 我在國一還是國二的學習評量上面 我的班導師稱呼我為托江野馬 我國中的成績一直都是墊底的 嗯 就墊最後三名那一種 雖然是我高中是念北市上 雖然也不是大家覺得多厲害的學校啦 但是以墊底來說 算考了還可以 但念了高職雞排面16歲 得扛起照顧念國中弟弟的責任 沒人就要起床弄早餐的日子 招會遲到縱是第一名 正學期被寄六十幾支警告 真的很容易遲到 嗯 就睡得晚 嗯 起得晚 然後就遲到 而且也是一樣 我只要發現 最低限度在哪裡 然後這個東西對我來說不嚴重的話 我就會一直挑戰這件事情 回首酷網說得雲淡風情 但骨子裡愛挑戰底線 不愛被管的雞排妹 擔任高中校慶總召 被老師以溫提學生換掉 鮮少見面的爸爸 只因零用錢被老師嫌多 父親立刻縮減三分之二 和父親的關係從不諒解到現在 漸漸能體會 他就是一個比較嚴格的爸爸 然後他希望小孩 就是那種模範小孩 會是比較他喜歡的 對 念書要好 老師要稱讚 對對對對對 那我比較不是那個路線嘛 所以就比較不合 所以他會叮功課 造不同不相圍謀 哈哈哈哈 他說過比較重的話嗎 他會說一些很重的話 不過我想 嗯 以社工的角度 他這個可能是一些比較嚴肅 或是嚴重 甚至到心理上面 有一點心理家暴的感覺吧 不過我到現在剛滿26歲 我現在回頭看 嗯我不覺得他是在故意傷害小孩 他就只是沒有人告訴他不可以這樣做 一般大家會說 女兒是前世情人最會撒嬌 你很少跟爸爸說提親話 我想每個人的愛的形狀不一樣 我和我爸之間的這種 婦女之愛的形狀 這個形狀可能對大部分人來說 比較獨特一些 比較看不懂一些 我的天啊 我的天啊 外人不懂的婦女奇音機排妹 沒說出口 甚至那年邱家拍了寫真 當了藝人第五年 才和父親見面 我離家出走五年後才跟他見到面 那等於中間有一年的時間 可能一兩個月有吃一次飯 然後直到去年大選的時候 又斷了聯絡 但我也是無所謂 他對我的知名度很困擾啊 因為會有人主動的跟他說 欸你女兒怎樣怎樣怎樣 那你怎麼會知道 你也沒聯絡啊 就我的親戚會告訴我 因為曾經好像有一段時間 我的親戚和他 一起去工作還什麼的 然後是在外地 然後外地的台商們就會虧他這樣子 但我爸好像當時不是很開心 所以可能就是我的知名度 帶給他一點點的困擾 再加上我們的政治立場也不同 他看到了政論節目 我在就是新聞中說 漢國人是直銷 然後他就非常生氣 他是為了這個打給你 沒有他就在家族群組裡面 說他就不太開心 那我們就至今都沒有聯絡了 跟眼鏡有比較好嗎 素顏直播所有心情 全和粉絲們分享 雞排妹母親走得早 父親也沒陪在身邊 唯一最親近的只有弟弟了 26歲的他 錄著比同年紀女孩更多的 散定很堅強 感謝你和他親近 我雕心黑朵 也只能當做你們是普通朋友 時而對粉絲唱起情歌 雞排妹的家庭 讓他對未來幸福藍圖 受著母親遺言27歲前不嫁 面對愛情 他感性也更理性 我個人是非常重視生日蛋糕 的一個人 我會去買很貴的生日蛋糕 因為考慮 很貴的生日蛋糕 他除了外型 還有他餡料的使用 一切的一切包裝 還有口感啊美味度啊什麼的 我會用男生懂不懂的 準備生日蛋糕 來判斷他有不有趣 這會是個評斷標準 一個生活沒有情趣的人 他們根本不知道 生日蛋糕要去選 他們只覺得是一個形式 我會示範 你會示範 我會示範 我會在對方生日的時候 做一套 我就會看我生日的時候 會出現什麼 然後如果 他連我在做一套這件事情 都看不懂的話 那代表他就是一個很無趣的人 政治人物追客 可以可以 真的不要言言圈就好 第一個 我不想要聽你工作的事情 我也不想要分享我工作的事情 重點是我分享之後 還要聽你覺得我應該怎麼做 我就不想聽 我就有我經紀人在 我幹嘛還需要我男朋友給我建議 你在感情裡也不塞奈喔 我不會 我是一個超理性人 我跟男朋友講話也是這種感覺 有著火辣魔鬼身材的雞排妹 藏著超理性的靈魂 小女孩的蛻變 做最真的自己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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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